受到新冠肺炎影响 外籍移工严重短缺 加上科技厂抢工抢得休 让原本预定在明年4月 就该完工的新北市立美术馆 工期被迫延宕三个月 可能要到7月才能完成新建 新北市立美术馆主体大致完工 迎白色外观以芦苇为异象 时尚又带点科技感 不过由于是刚购大楼 需要大量电焊工 在人力短缺 工资又飙涨的情况下 能否如期完工 仍得打上问号 工期延宕还算是幸运的 许多公共工程 再怎么改标发包 就是没厂商肯接 尤其适逢建设高峰期的桃园 辖下亚洲矽谷创研中心 等多项工程都标不出去 让市长郑文灿很头大 全国都面对这个课题 我希望我们的团队能够 采取建设配速的方式 合理的安排 这个开标的时程 让有限的预算 能够完成最大的效益 副总统我们颁奖 表扬国内杰出建筑师 副总统赖清德期许 台湾未来的建筑 能因应高龄社会和气候变迁 但想盖绿建筑 智慧建筑 耐震建筑 预算也得跟得上 很多的建筑材料提升 它的成本提高 大家为了要碳排量减量 我们因为人力吃紧 很多厂商他没有办法 就依照我们的预算来投标 所以说会有流标的现象 公共工程流标风暴 波及到的还有社宅和都根 内政部政务次长花敬群喊言 流标的确增加 但社宅不会因此停摆 标案的金额 或者是对于这些营造厂 它的风险的因此的调整 我们还是要多帮忙一点 我相信其实在这样情况下 会慢 但是不会停 公共工程等等的营造量 未来还是会持续很大 所以说会呼吁营造厂能够 考虑还是设法的扩大成能 公共工程流标成为新常态 有鉴于部分工程 投标业者太少 形成发包单位 被迫改标 迁就少数业者的现象 因此工程会规划 将眼里放宽 投标厂商五年业绩年限 也就是过往投标厂商 五年内要做过同金额 或同性质工程的规定松绑 让更多人参与投标 但前工程会主委李鸿源认为 这是治标不治本 不妨回到基本面 把我们当初在做的 标案管理系统拿出来 真正的用厂商履历 来做一个淘汰 然后假如说这样的一个状况 越来越 游戏规则越来越清楚以后 我相信 越多的厂商会愿意跟政府打交道 李鸿源点出 公家案件防壁大于心力 风险比民间高 不少厂商原本就避之 唯恐不及 如今适逢台商回流 外加前瞻建设 让抢工抢料更严峻 公共工程何不缓一缓呢 前瞻计划八千八百亿的时候 我就提醒政府 台湾一年公共工程的总金额 就是说我们的厂商能消化的 我记得那时候的数字吧 顶多四千亿 这么仓促的 就把这么多的钱丢进市场 其实我们是消化不了的 可是问题是你 现在的政府又要拿看到业绩 那结果就是什么 你会发现 事实上多少钱是乱花的 专家点出 营造成本大涨 只是流标冰山一角 改变基壁已久的最低标文化 才是问题核心 TVB新闻 徐猛杰 戴源丽台北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